原来人间真的有真爱存在吗 当然有 龙好琛抬起头来 拙拙地看着伊莱克斯 他对伊莱克斯是一点好感也没有 就是眼前这个刽子手 导致了圣魔大陆生灵涂炭 人类元气大伤 如果不是他 又怎么会有黑暗年代的到来 如果不是他 或许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身为光明之子体制的拥有者 光明女神选择的人 最终却走上了一条毁灭之路 龙好琛还深深地记得 当初日月神无盾向自己诉说时 心中的那份无奈 伊莱克斯又怎会看不出 龙好琛眼中的那份排斥呢 龙好琛 你现在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和他相比 你才是更适合传承我能力的人 看得出 你已经正式成为了 光明女神的神圈者 一定很看不起 我这个走向死亡与黑暗的人 不过 现在你只有选择 传承我的力量才能活下来 一边是你深爱的女人 另一边是你的信仰 现在你可以做出抉择了 选择传承我的力量 你就可以和他在一起 你们就可以一起活下来 而且你还会变得更加强大 如果你选择放弃 那么你会死 他相比也会因你而死 你选吧 你是说 就算我没有心脏 你也能帮他复活 我是伟大的司灵圣法神 长年天才 依赖克斯 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能做到的事情太少太少了 他们灵魂还在 重塑肉体算什么 但是 我为什么要帮他复活 除非他肯传承我的力量 同为新一代的汪灵天才 否则的话 你们就自生自灭去吧 你会看着他死亡 至于你如何选择 也和我毫无关系 大不了 我在沉睡数千年 等待下一次传承者的到来 财人扭头 看向龙浩尘 但是 当他的美貌与龙浩尘 呆着的目光对上的刹那 心中的兴奋火焰 瞬间 像是被一盆冰冷的水 从天而降 给浇灭了 是啊 选择接受 伊莱克斯的传承才能够复活 可是 浩尘是光明女神的神卷者 是光明之子 他又怎么能传承来自于 伊莱克斯的力量呢 伊莱克斯 是人类的敌人 是罪恶之源 是长眠天灾 如果龙浩尘传承了他的力量 那还是光明之子吗 那样做 他会放弃自己的信仰 词儿到了嘴边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他深爱着这个男人 又怎么能让这个男人 为自己而放弃他的信仰呢 采儿很清楚 对于龙浩尘来说 信仰甚至要比生命更加的重要 他是一名骑士 内心最纯粹的骑士 让他放弃信仰 无异于让他自杀 没有说什么 但是泪水 再一次从采儿眼中滑落 他伸出双臂 环绕在龙浩尘的腰间 将他的身体 紧紧地与他贴合在一起 他已经什么都不愿意去想了 就让他自己选择 他选择死亡 那么自己就陪他一起去死 这一刻 采儿突然觉得自己好累 他只想这么抱着龙浩尘 无论是生还是死 就这样直到永远 龙浩尘眼中的呆滞 渐渐消失 他低下头 看向自己怀中的采儿 眼中光芒闪烁 但是 似乎并没有情绪地挣扎 一抹淡淡的微笑 开始在嘴边出现 龙浩尘抬起头来 目光平静地 看向伊莱克斯 你又决定了 我愿意接受你的承诺 活下来 浩尘 你 你连死都不怕 现在却要放弃你的信仰 难道你忘了 你是光明之子 是光明女神选择的神圈者吗 我愿意为他而死 也愿意为他而生 为了采儿 放弃信仰又如何 轰的一下 两声爆炸 几乎同时出现 一声 出现在采儿的大脑中 他只觉得 自己的脑海 是一片的空白 整个人 已经完全失去了 思考的能力 而另外一声爆炸 则是出现在 死灵圣法神 亡灵天灾 伊莱克斯 灵魂凝聚成的身体上 恐怖的爆炸 所产生出的 巨大灵魂波动 将龙好尘和采儿 是全部的 轰击地飞了出去 伊莱克斯 扬起了头 口中 也是发出了 痛苦的尖叫声 整个灵魂体 也都在剧烈地颤抖着 大碰大碰地 死亡气息 也从他的灵魂中 喷吐而出 而更加浓郁的 圣洁白色火焰 却开始在 他的灵魂上 燃烧 带着 不惜一切代价的势头 疯狂地 蔓延到 他灵魂的 每一个角落 龙好尘紧紧地 搂着采儿 用自己的身体 承受着 这份恐怖的 灵魂力量 伊莱克斯的 灵魂力量 实在是太强大了 哪怕是摸神皇 似乎 也无法与他相比 在这份恐怖的 灵魂危压面前 他根本连挣扎 都做不到 恐怖的灵魂波动 足足持续了 一刻钟的时间 才渐渐地 平复下来 不 不 这不可能 人类之间 怎么会有 这样的情感出现 怎么会 人类都是 卑鄙的 无耻的 为了利益 一切都不算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情感 为什么 伊莱克斯 歇斯底里的吼叫着 此时的他 就像是一头 受伤的狼 完全地陷入了 疯狂之中 没有了灵魂冲击 龙好尘 这才搂着采儿 看向他 此时的龙好尘 也满是不解 他已经答应了 伊莱克斯的传承 可这位死灵圣法神 却怎么会变成 这副样子呢 伊莱克斯 一直在嘶吼着 但龙好尘 能够感觉到的是 在这永恒之塔的 第七层中 死亡气息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消失着 而这 原本就十分浓郁的 光元素 也渐渐地 有了圣洁的气息 这份癫狂 又持续了许久 伊莱克斯 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他尽管是灵魂体 但却像是在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整个人的身体 也比以前缩小了将近一半 但却变得极为洁败 纯净的洁败 此时他的灵魂 看上去 更像是一簇 整体的火焰 而他眼眶中 跳动的灵魂之火 也渐渐变得 平和下来 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前辈 您可以让我 传承您的力量吗 不 我没有这个资格 我错了 没想到 我真的是错了 我错了数千年 我错了 我错了 伊莱克斯 用力地摇着头 脸上 尽是痛苦之色 彩儿握着龙好尘的手 此时他脑海中的空白 已经被填满 填满了 龙好尘的身影 他只是温柔地 站在他身边 原本气质中的 那份冰冷 竟是完全地消失不见 幼年时内心的阴霾 竟是一扫而空 没有再留下半分痕迹 如果要问他为什么 那么他一定会回答 这 就是爱的力量 是的 龙好尘用他的 他至死不渝 愿意为他放弃信仰的爱意 令彩儿的灵魂 出现了生化 他内心之中的 一切负面情绪 都因此而进化 这才是有了 眼前的变化 什么都不重要了 这一生 有了这份爱 便足矣 伊莱克斯 抬起头 目光灼灼地 看着面前的 这对情侣 但在温和的眼神中 流露出 说不出的羡慕 但却没有嫉妒 愿意听我讲个故事吗 一个发生在 六千八百多年前的故事 伊莱克斯的声音 有些异样 浓浓地悲伤情绪 也从他的身上 绽放开来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这样的他 龙浩臣的心中 生起了一丝淡淡的同情 他下意识地点点头 六千八百九十七年前 我出生在大陆西北部 磅礴帝国的 一座城市之中 这座城市 叫做西地 我的父亲 是西地城的城主 世袭伯爵 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从出生那一天开始 我就是贵族 父亲为了让我在未来 继承他的伯爵之位 从小就给我请了 最好的老师 传授我各种礼仪 与知识 在六岁那年 我被发现了 与光元素强大的亲和力 拥有着光明之子的体质 尽管过去了近七千年的时间 我却依旧深深地记得 父亲当时的狂喜 他抱着我 在大厅中旋转 兴奋地喊着 以赖克斯 你是我的骄傲 从那以后 我就成为了一名光绪魔法师 我的修炼素敌 令所有老师震惊 在我十一岁那年 我就成为一名四届的大魔法师 十三岁魔导师 仅仅十五岁的时候 我就成为了全大陆最年轻的 六届大魔导师 父亲说 我已经有震惊世人的能力了 于是就亲自带着我 去参加了在当时大陆三大帝国之间 辉煌教廷主办的天才之战 只有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才 能够参加的天才之战 对了 辉煌教廷现在还在吗 他们还统治着大陆 没有 早在六千年前 黑暗年代降临之时 回忆煌教廷就被魔族覆灭了 覆灭了 覆灭了好 覆灭了好 我就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的 我说到哪里了 天才之战 对 天才之战 在那场天才之战中 我无疑是全场焦点 几乎很少有对手 能在我面前支撑超过一分钟的 我年轻时 小猫也不比你现在差 不知道多少三大帝国名媛 为了让我多看一眼而扫手动资 决赛终于到了 我的对手是帝国公主弗洛 她同样也是天才 她是一名强大的召唤师 有着帝国皇室的巨齿 虽然只有十六岁 却已经拥有了本命召唤兽 紫殿星黄龙 虽然她的心位不如我 但层出不穷的召唤兽 却很难对付 那一战 我们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 最终 她因为力不足 败在了我手上 我也从而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而那一次的天才之战 我们磅礴帝国 也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辉煌教廷当时的教皇 亲自为我颁发了奖励 帝国并是直接授予 我子觉封号 封地百里 我获得的奖品 是一套刺神器 也就是后来所谓的 史诗级装备 那时的我春风得意 拥有着全大陆 所有年轻人 最崇高的荣光 哪怕是教皇之子佩洛 在我面前 也要黯然失色 正所谓不达不相识 与菲洛公主一战 也令我们彼此之间 惺惺相惜 从那以后 我们也被誉为帝国双子星 被寄予了厚望 而我也被帝国皇帝 直接调入皇家魔法学院 与菲洛公主一起深造 得到了帝国全力以赴的支持 在皇家魔法学院深造的那段时间 我与菲洛公主一起相处 每天一起修炼 一起研究魔法 我们之前感情日渐深厚 我深深地爱上了他的美与天才 我们在一起 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我们山盟海誓如胶似漆 感情的升温 不但没有影响到我的修炼 反而令我的修为提升 越来越快 十八岁那年 我就已经成为了一名 八戒大魔道士 以我当时的修炼速度 我可以肯定 二十岁时 我一定能够突破九阶 成为帝国历史上 最年轻的九阶强者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在天赋上的优势 也已完全显现了出来 弗洛虽然也同样优秀 但终究不能与我 功名之子的天赋相比 当我突破八戒的时候 他才刚刚突破七戒 当时我能够看出 他的不高兴 却没有多想什么 更想告诉他 我愿意原地踏步 让他追上我的修为